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9月7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繼續跟進支聯會的情況 支聯會今天下午去了警察總部外面示威 表明自己是不會交資料給警方 而鄧炳強處長立即出來表示會馬上展開拘捕行動 整件事是怎樣 而最終他們有沒有交到資料 稍後跟大家討論 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的是英國 英國那邊在今天修改他們自己的旅遊建議 表明原來香港國安法在英國境內都是適用 即時嚇到一群小黃人走隔不走 說好了又說齊上齊下 現在竟然被英國人賣掉 這件事是怎樣 稍後跟大家仔細分析一下 亦會針對條文說這次的修訂到底有甚麼意義 稍後會說這件事 另外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政府將會修訂 如果你是犯過國安法 將不可以做社工 稍後會和大家仔細說這件事 亦會分析我個人的看法 到底是怎樣看這次政府的修訂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按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理插的陷阱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方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是支聯會 相信這幾天大家都留意到很多支聯會的新聞 如果昨天有看肥仔傑頻道的朋友 在昨天應該都看到支聯會跳來跳去 下週又說自己會交資料 到晚上又說表明不會交 到今天突然搞一個遊行 示威 走到警察總部外面 說要向一哥遞信 表明自己我們支聯會不承認是外國代理人 警方沒有證據 不可以叫我們交資料 我們堅決不交等等的說話 昨天也和大家分析過 今次支聯會這件事很可能是有QK 而在今天他們最新公佈了一封信 就是支聯會五名常委回應警務處處長的公開信 他這封信表明了幾點 首先第一是要質問警方 憑甚麼你覺得我是外國代理人 第二是為何合理地相信發出信件 是阻止和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的要求 為何我交資料給你 你又覺得你可以阻止違反國安法的罪行 第三是要偵查國安法的罪行之間的資料 是不是和今次你要我交的資料有關 所以他在此提出了三個質疑 而這三個質疑已經不是今次順便的一個要研究的地方 因為如果大家一直有跟進支聯會的新聞 你已經知道他是廢詞狡辯的 而警務處處長甚至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也表明是會拘捕他們的 這稍後再說 但我首先想說一說 就是今次的標題和儲名 標題叫支聯會不明常委回應警務處處長公開信 另外儲名同樣是簽了幾個人 第一是周恆彤 梁錦威 徐漢光 鄧岳君和陳多偉 這不明支聯會常委 我在此提出一個問題 當初警方出信給支聯會時 是要求七個常委 至少七個人 據稱有十個 七個常委最少必須要交資料 而警方發信給支聯會不是以支聯會的名義收信 而是以個人的名義收信 簡單來說不是支聯會一個人交文件就可以 而是你要七個人都交文件 在此想問 今次不交文件只有五個人 還有兩個人去了哪裏呢 如果有仔細的網民 你會發現這兩個人很大機會是李卓人和何俊仁 但李卓人和何俊仁已經辭任支聯會常委 又想問 如果是這樣 今次還有兩個常委到底是誰 為何他們不在聯署 這個風波真的搞得很搞笑 昨天突然有人發封說支聯會會交資料 結果晚上周恆彤說我們不會交 到今天下午周恆彤連同四個常委 即是五名常委 都不齊癮的情況下 下午說不交 是否意思是你們大多數五個就不交 然後還有兩個靜靜地走去交資料呢 接下來看警方的執法 我們就可以一清二楚 而警方的執法裏 今天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局長亦表明 就說如果支聯會他不交出國安法要求他交的資料 是會必定採取執法行動 而且他亦揚言是很迅速 很有效率 另外如果他們有興趣提司法覆核的話 你可以再提 但我同樣會拘捕你 鄧炳強局長這句話真是勇 給他一個Like 今次支聯會表明我們不要交資料 然後鄧炳強局長就說沒問題你不交資料 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出來回應 當中包括鄧炳強局長 我們的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司長 我們的特首都出來回應過 其實他們不交資料是不行的 我昨天影片也和大家說過 他們沒有辦法不交資料 因為必須要坐牢 所以說這次很大機會 他另外還有兩三個人會督灰 據知有報紙的消息也說過 其實不單是七名常委收到這封信 另外還有劉慧卿等人 其實他們也收到這次國安要求他們交資料的信件 而另外還有那兩個人到底是誰 暫時無法得知 但我們看到至少有七名支聯會常委 被要求交資料 但他們的聲明只有五個人不交 還有那兩個人交不交就拭目以待 說完這件事就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英國 今早起床時突然彈出一個訊息 大家知道英國和香港的時間是很大的瘋 我們在睡覺時英國是日常時間 英國就靜靜地改了一些資訊 更新了一個叫做香港旅遊建議 在香港旅遊建議的官方網頁中 他提到一部份是Safety and Security 即是安全及保安 他就警告 香港國安法涵蓋香港境內及境外 包括在英國的行為 中國當局可按規定拘留及審訊疑犯 他這個聲明或這個更改 這是經典 他說香港國安法適用於英國 中國可以拘留及審訊疑犯 從字眼上我們可以得出幾個解釋 根據黃媒的說法 不知道他們是否不想傷害小黃人的弱小心靈 很多黃媒出來報道時 他們就說 英國警告他們的 遊客來到香港一定要小心國安法 中國可以隨時拘捕你 禁止你出境甚至審訊你 說到中國很恐怖 但這是黃媒他們的想法 即是他整件事用了部份的說法 拿出來說 放大了他 所以導致他好像這麼恐怖 但另一面我們看回他這個 說法他字眼上的用字 到底他的意思是甚麼 他說香港國安法涵蓋香港境內及境外 包括在英國的行為 中國當局可以按既定規定拘留及審訊疑犯 即是說 首先第一 從英國這個聲明已經可以看到 英國已經承認了國安法的存在 這是第一點很重要 因為一直以來英國都覺得 香港國安法是維憲維權的事 美國那邊經常這樣說 所以這一點首先證明這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他就說 包括在英國的行為 中國當局可以按規定拘留及審訊疑犯 即是英國那邊如果你是干犯過任何關於831 甚麼黑暴事件 或違反國安法是甚麼重光團隊那些 如果中國政府要問我們拘捕人的話 我們根據外交的原則 我們會協助他拘捕你 然後遣返你回到中國那邊 或者遣返你回到香港那邊 這就是他本身說的這番說話背後的含意 當然他這次修訂放在旅遊指南裏面 很明顯他不想得失一班小黃人 他知道一班小黃人在英國也會幫他們賺少少錢 但大家要留意 這個修改在何時修改 是在9月6日 英國時間9月6日 香港時間9月7日 好了 為何會是這個日子 我們看看近期發生了甚麼事 促使英國要修改這個規定 原來大家看看資料 一找就知道 8月31日在英國多個地區發生大型遊行示威活動 多個地方 這些全部都是由一班所謂的香港人組織發起的 甚至在倫敦出現一個翻版太子站 連那個已經被他們說明過了新的韓寶生 都突然翻山 樣子好像被騙了 好 然後在內地有網民轉發了一條 是當日8月31日在英國倫敦地鐵站 有一群黑暴衝入地鐵站 無意是當日太子站所發生事件的情況 他們搞了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要告訴世人 當日831在香港太子站發生了甚麼事 當然他們按照自己的偏見 肯定說得很暴力 當日831發生了甚麼事 在香港其實已經有很多影片可以看到 很明顯是這群黑暴去嘔打市民 嘔打車廂上的老人家 然後警方到場執法 但他們說成是警方對地鐵發生恐襲 他們在倫敦地鐵站發生了一幕暴力事件 結果英國就出動防暴警察 將這群俗稱所謂的香港人驅散和拘捕 這件事引發到英國那邊已經極度不滿這群所謂的香港人 經常性破壞社會 經常性在721、831、6月9、6月12日 走過去倫敦街頭或唐人街甚至搞中國領事館 很多英國人對此亦表示不滿 他們的英國人的生活很輕鬆 我自己在英國讀書我都知道 他們那群人純粹為了我輕鬆掛指 上班下班去酒吧喝酒 然後去踢足球英超英甲等類似的事 就已經算了 而不是那群年輕人走到英國 搞到整個英國政治化 其實英國人也不想這樣 所以就出現他們這次的情況 為何英國這麼急急要改變 很大機會 因為這群人 英國都已經不想幫你們 而且你還搞亂我們的社會 所以這群小國人這次真是欲哭無慮 說完這件事想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是政府有意修改社工註冊的規定 任何人干犯國安法的罪行不可以擔任社工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說的一個題目 首先大家知道黑暴時期有很多社工已經被捕 他們涉及參與黑暴事件 甚至有些違反國安法的行為 而社工的工作本身無論在學校或社會上 很多時會被視為幫助年輕人的工作 特別是年輕人 社工除了要幫助一些殘疾人士、老人家、婦孺等等 年輕人是最主要的工作 甚至過往社工的工作比例 大部份佔八成都是以年輕人為主 甚至有些外展社工幫助一些無家可歸 或是一些編清等等的青年 而今次政府是有意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定明如果干犯國安法罪行的人不可以做社工 現有有幾個罪行表明不可以做社工 當中包括如果他犯過嚴重罪行 例如強姦、亂倫、威懾、侵犯、拐賣兒童、謀殺等等 或是部份可判囚終身監禁的話 是不可以做社工的 我個人認為是對社會的好處 首先剛才跟大家說過 社工本身的職責是要幫助人 而社工幫助人本身是要自身乾淨的 如果第一 如剛才跟大家說 社工本身經常性犯法 教導年青人時會否也教導他們犯法 會否在教導他們期間 然後將黑暴或港獨知識灌輸給他 因為一個年青人的成長過程很需要同輩 或需要有人扶持 而年青人總會有迷失過 我相信大家有經歷過年青人的時間 你們迷失過 肥仔傑也曾經試過 你必須有人幫助你 扶你一把 在你最失落最迷失時幫你找回方向 但很多邊青 青年在迷失方向時 很多時他們不願意跟家人談 就是要找社工跟他們談 而社工就擔任了扶持年青人的角色 如果社工本身是干犯國安法 或是他們本身是干犯黑暴罪行 其實他們是有機會令社會上的年青人覺得 社會上的問題大部份全部源自於政府 個人是沒有責任的 這是最擔心最危險出現的問題 我們重觀整個香港社會出現的問題在哪裏 我們看到香港住屋問題 青年向上流的問題 競爭力問題 物價問題 我們一系列的問題都是社會問題 但如果全數要追究下去 政府做不到事 導致我們生活這麼艱難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可以說政府有部份責任 但其中有部份責任也怪在你自身上 為何你會成為邊緣青年 為何你會成為失業青年 為何你會無業 你有沒有想過要提升自己 有沒有想過要升級自己 如果社工在轉介他的問題或接受幫助他時 可以跟他說 你現在所發生的問題 全部都是社會責任 是政府問題 如果不是中共的話 我們香港變得好好的 你有扭住的 這樣整件事就不得了 這樣便會變成了社會問題 令到有一群年青人變成了激進的社會的激進分子 就會衍生出另一個2019年的黑暴事件 所以這裏必須要好好把關 加上大家知道早前像曾建超那些案件的人 他們在黑暴時期極力撐黑暴 甚至在旺暴或佔中案件等等 經常參與在內 而這類型我們看到的案件大部份都牽涉到社工 所以政府這個方法其實挺好的 起碼第一 你阻止黑暴或阻止這群人 就是進入這個體制裏做了社工的職業 用社工的心法去騙人 不知道大家是否認同我的說法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肥仔傑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一集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開啟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